本月6月4号10点22分 由贵阳北开往广州南站的第2809次列车 行走在贵网县农江站进站前的 夜在隧道口时发生了头轨 造成了两名列车人员和十名理科疏伤 一名动车主司机不幸幸泽 即使我们深感痛心 事故发生之后 有的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 派出迅速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汇动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 全力组织抢险和甚好工作 通过初步调查分析 事故主要是由于 当地连续降雨 并短时的强降雨 列车高速运行中 创伤了突发溜滩清日陷入的泥石流 导致7号8号车发生头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